请揭牌 树林焚化厂通过环境教育设施认证 日前举行揭牌仪式 由新北市环保局局长刘和然 和树林焚化厂厂长林庆皇等 共同举行揭牌仪式 新北市环保局长刘和然表示 能成为新北市第十一座环境教育设施场所 并不容易 取得认证需要有适合的场所 投身环境教育的师资 和完整的课程设计 所以这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环节 第一个场域要适合对外做环境教育 所以原来这个场域一定是对的 第二个我们要有一批中指老师 所以谢谢我们李教授 还有我们李老师 这个帮我们带领这个地方的 这批老师的课程训练 老师的训练来出来 第三要发展出一套课程 未来要走出去看看 这叫做环境教育 没有它不是让大家走马看 它是要有一套课程的设计 所以这三个环节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以 go 树林焚化场身为树林好邻居 运用场内资源回馈地方 与在地环境议题结合 推广环境教育不遗余力 办理多场活动 课程中设计环境变迁 体验探索与守护天使等活动 让国小学生了解垃圾分类 焚化场运作等 到最后真正成为爱地球的环保小兼兵 在树林焚化场有三个课程 一个就是所谓的环境变迁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体验的探索 哪一个是属于资源回收 哪一个不是属于资源回收 这一类的课程 来做我们的活动课程规划 第三个是首富天使 所谓的首富天使 我们就是要我们的一些 这些餐饮的小朋友 能够以我们的课程里面 所学到的东西 要对这个地球来宣示 来到焚化场的玉德国小学生 戴上防护帽 口罩 防护镜 反光背心 体验环保工作 在老师的指导下 学习如何垃圾分类与减量 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在家里 还是学校有这种 废弃的安全帽的话 老师要送往资源回收车的 不是送往焚化场抚造的 树林焚化场运用场内环境 增加软体师资与课程编排 让地区民众也能近距离 体验环保的重要性 垃圾分类的操作方式 明白分类真正的意义 让环境教育真能从小扎根 中家新闻 吴沛山树林报导